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议政经营 今天是周五 在交易上建议大家不要迟长过夜 因为过周末的话 很多事情发生 你是预测不到的 今天并没有什么很重磅的数据 下面我们看一下 今天有什么重要的资讯 第一点呢 能源危机愈远愈烈 德国或卖出历史性的一部 国有化三大能源巨头 那么这一点呢 如果说你一直关注我们议政经营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我们曾经已经做过一个预测 欧洲国家是希望这个能源危机 持续的爆发下去 让这一些企业倒闭 向政府求助 然后把他们国有化 那么现在呢 这个预言已经成真了 那么接下来欧洲很可能成为 资本主义里面的社会主义 那么随着这个欧洲能源危机 预言一列 将能源公司国有化 是德国政府正在讨论的主要解决方案 德国是欧洲的经济火车头 如果说德国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将主要的行业能源国有化 那么其他国家将会纷纷的跟进 这将会使得欧洲产生巨大的一个变革 发生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第二点 全球芯片巨头纷纷给出了悲观的预测 认为全球需求日益低迷 经济增长不容乐观 就是韩国8月份的ICT出口在降 存储芯片出货量暴跌24.7% 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是数字经济为主 对吧 而存储芯片能够反映出连数字经济的一个增长都出现缓慢的话 那你想想在其他方面还能找到有效的增长领域吗 就很难了 所以未来全球的一个经济 它的主要增长点就不太明确了 未来全球经济衰退将会成为一个长期的事情 那么经济衰退带来的就是产业的变革 那么全球经济衰退就会使得好日子没有那么好了 所以地区的冲突各方面就会大幅的增加 那么此时对于黄金而言 未来它存在的一个上涨的暴点就会特别的多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有开始关注黄金了 我们建议大家未来三年之内 你都应该持续的关注黄金一个市场 因为未来这个黄金将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交易的机会给到你 而且是非常大的这种价格波动的交易机会 第三点 俄罗斯警告美国向乌提供远程导弹将视为直接参战 那你说美国会不会提供这个导弹呢 答案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高 因为什么 因为到现在为止啊他们还没有做出很明确的样步 目标还没有达成 所以如果说局势需要的话 他并不介意啊提供这种远程的导弹 将这个冲突更加的恶化 第四点啊 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创15年的新高啊暴涨 美债收益率创新高啊 就反映了市场对于这个通胀的预期啊 非常的担忧 也对这个加息的预期呢非常的强烈 那么美债收益率呢 很可能啊下周的加息呢会去到75个基点 那么市场现在传闻有100个基点 那我们已经讲过100个基点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 只是调高市场的一个预期 到时候加75个基点大家觉得松一口气对吧 那其实75个基点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个加息了 所以这是一种策略 第五点我们看一下 世界银行周四表示啊 随着全球央行同时加息以应对持续的通胀 全球经济可能正在滑向衰退 世界银行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啊 全球经济目前处于1970年以来最严峻的放缓之中 消费者信息的下降幅度啊 已经超过了前几次全球衰退前的水平 那么其实这一点呢和我们刚才第二点呢是呼应的 就是全球经济衰退呢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也是一个必然而然会发生的一个结果 只是说是缓慢的衰退 还是急速的衰退 还是加速的衰退 那么现在世界银行呢 他们给的一个评估啊是比较缓和的 是逐渐滑向衰退 所以还是属于一个可以接受啊 比较温和的这种状态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不用太担心了 至少这个经济衰退呢 不会让这个黄金呢出现大幅的上涨 因为它是一个温和性的 不是急速性的一个衰退 如果是急速性的衰退啊 那这个黄金未来将会一个上涨 所以目前呢这个黄金呢 我们认为还会保持当前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下降趋势 震荡式的一个下跌为主 那什么时候去寻底呢 下周呢大概就知道啊 如果说美联储的加息意外的加50个基点 那么这个黄金呢将会突飞猛涨啊 所以大家下一周呢要重点关注好 这个黄金和加息后续的一个情况 好以上就是基本面啊 因为感冒嗓子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么多了 我们下面进行技术分析 很多人呢对这个技术分析啊 带有一定的疑惑 认为看看图画画图就能去赚钱的话 那么大家都能去做了 并不是这样的 技术分析它只是一个手段 在这个手段之下 是你的一些交易的策略 你能不能做到该进就进 该出就出 能不能发现一套交易系统 背后的一个概率和高频的一些交易机会啊 这一些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你不能光去画画线啊分析一下啊 不行你要去做大量的统计 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明白啊 你这个技术发挥的作用在哪里 它的价值在哪里 任何一套技术 它都有失真失效的时候 都有不准的时候 你要学会如何去规避啊 所以一套技术背后衍生出来呢 是有大量的工作 大量的训练 是等着你的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元啊 美元今天是突破了新高啊 去到了110 那么110这个美元还会涨呢 根据实物图啊 美元呢上方今天最大压力是110.57和110.5这个价格 如果说能到这个价格的话 我们认为它就会回落 回落 所以呢这个黄金也好 原油也好 白银也好 在这个美元还没有到达最大压力的之前呢 都依然有下跌的一个动力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 4小图里面的黄金啊 多空分件啊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是在1663 就是今天晚上如果说涨不上去1663的话 这个黄金我们不看涨 那么下方呢 1640和1634之间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做多机会 假设这个加息预期啊 真的符合我们所讲的低于75个基点 那么这个位置将会迎来一个大涨 所以大家请大家关注啊 1633和1640之间啊 做多的一个机会 同时我们注意啊 这一个4小图下跌里面呢是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第四浪 第五浪 对吧 是不是也是已经完成了五浪的下跌 所以这个黄金呢 未来下跌空间并不是很高啊 我们认为想要做多啊 就两个条件 第一个啊 重新站稳1663 那么你可以继续的看涨 第二个跌到1640和1634之间呢 你可以去做空 所以在1663之下 那你都做空为主 在1640以下和1633之间 你都做多为主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白银啊 白银的4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 它的多空分件呢是在19.2 不涨到19.2 那么这个白银啊 我们不看涨 当前呢继续的看空啊 因为它是一个下跌趋势 对吧 那么重要的支撑位是在18.39和18.24 第二个呢是在17.48和17.30 那么认为呢跌到这个概率啊不高啊 在18.39和18.24反弹的概率啊是最高的 所以这个白银呢你就注意一下 19.2以下做空为主 然后跌到这个18.39啊 你可以重点的去买涨做反弹 这就是一个白银呢 它当前一个格局 根据十五图的一个K线法则 我们可以看到了 十五图啊最重要支撑是在18.65和18.28 是不是跟四小图啊 也是有一个重合的 所以当前这个白银呢 我们继续的看跌啊 如果说跌到这个18.65呢 你不要去追空了 可以做做反弹 但是能跌到这个18.4 18.38这个位置呢 可以重点做多 原因我们昨天讲了 它在高位横盘的概率啊会比较高 就这样一个平台啊 做一个盘整的概率比较高 90和85之间呢去做一个盘整 但今天呢我们看到在85这一支啊 反反复复做一个测试啊 并没有形成看涨的信号 所以很可能再去往下试探一下 但你说能不能跌回前方这个低点呢 这个概率我们认为并不是特别的高 在四小图里面呢 根据我们的K线法则啊 它的多幅分界是在86.2 而下方支撑是在82.78和81.83 所以这个原油啊 我们认为在这个区间呢 会做一个调整 如果说跌到82.78和81.8之间呢 你可以重点的买涨 那么当前呢 它其实还没有真的有效跌破这个平台 对吧 你看神闻图 所以会不会往下砸呢 主要是看美元啊 如果说美元在111这个价格之前 这个原油啊 并没有跌破这个平台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三重底的格局 那么此时啊 你再去买涨 问题也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原油啊 当前呢 我们先以看空的思路啊 去做 接近一些高点的去做 那么一旦有效破位这个平台 我们就继续了看涨 看回到9089这个区间啊 去做一个盘整 所以这就是一个原油啊 它当前一个格局 因为看涨条件没有触发啊 所以你先去做空 但是你要时刻记住 它的看涨条件是什么 一旦看涨条件真的触发以后呢 做多 所以当前呢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不要去追空 但是呢 你可以找一些关键压力位 去高抛 做空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策略 人家说这个追空跟做空 有什么区别呢 追空的话就表示 你对这个盘整呢 是明确它要破位的 但是目前去看呢 我们没有这个信心 没有这个信心 它会有效的破位 但是在关键的主力 去做空呢 就符合啊 那当前没有明确 看涨信号这样一个条件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一键三连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交流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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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